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装魂家小李 这个石榴啊,有酸的有甜的 非常受到人们的喜欢 但这个石榴叶的好处你知道吗 下面让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好,跟我走吧 朋友们看 这就是今天要给朋友们介绍的主角 石榴树 石榴树在农村世纪中比较常见的树 因为它的果实有很多的种子 它的寓意非常好 有多子多孙的说法 因此在农村 很多家庭在房前午后 都会种成这么两颗 朋友们看 这就是石榴的叶子 成长条形 看上去有光法亮 摸上去也非常的光滑 因为它的表面有一层格质的东西 这是石榴开的花 成了个大红色 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鲜艳 石榴 常受到人们的喜欢 但是人们常忽略了石榴叶的好处 下面就让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石榴叶的一些妙用 石榴叶的第一个用途 就是现在很多人生活水平提高了 营养过剩 有肥胖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石榴叶 用它来泡茶喝 石榴叶泡的茶 对这个去脂减肥 有不错的效果 非常受到肥胖人群的喜欢 石榴叶的第二个用途 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或在劳作中 难免会出现跌打损伤的情况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石榴叶 把它捣碎以后 直接浮在这个患处 或者是用它来煎水清洗这个患处 对这个跌打损伤 有不错的这个效果 石榴叶的第三个用途 就是它还具有很高的这个药用价值 它入药 具有这个收莲直屑 解毒杀虫的这个功效 好朋友们 石榴叶的这些妙用 你知道了吗 你还知道它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装混家小李视频的朋友 点点关注 再见